在镜头要等你到菲律宾的唐人街了解当地情势 台湾人也一样没受到当地任何负面对待 然后学生也都很friendly 菲律宾一般民众对华人一样友好 但菲律宾国防部长田欧多洛可是很不客气 大喊马尼拉应该驱逐中国大陆外交官 事情越闹越大全因为这件事情 中方敦促非方重信守诺 立即停止海上侵权挑衅 信守什么承诺原来是大陆驻飞食冠日前表示 他们手上有和菲国将军的一段录音 内容是两国官员在谈南海新模式的协议 预计大陆近期会公开 菲国防长则认为这根本是违反菲律宾法律 马尼拉和北京飘出浓浓烟小味 在菲律宾经商的二代华侨王先生则认为 菲国和中国的矛盾一切来自美国的幕后盘算 但其实从菲律宾当地的报章媒体 就可以看出像是这些报纸 它是华人的商报 它的头条上面就写着 中使馆录音门设违法 菲律宾防长处驱除中国外交官 那么像是这马尼拉时报 它的头条的照片 就是昨天的时代演习的照片 包含这个头条 另外下面的头条是菲律宾防长 同样在谴责中国大陆 那么从这些报纸的头条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和菲律宾的紧张氛围 在菲律宾社会当中正在逐渐蔓延 TVBS提示的华正森成 他也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报道 继续是俄乌战情势 要带大家一起来掌握最新的战况 俄罗斯锁定乌克兰能源系统 展开新一波的空袭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李作恒 好 没有错 刚刚浩婷提到的 就是在展开新的一波空袭来看 我们看到俄罗斯主要就是用 飞弹和无人机 进行了相关的空袭 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当然他们的压力是更沉重了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 有很多的关键基础设施 因此遭到袭击 其中有三座火力发电厂 说是严重的受损 而且这些火力发电厂 他们从苏联时期就已经有了 现在对于这些民生基础设施 乌克兰方面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而乌克兰的能源部长 他就在社群平台上 特别提到说 他们的能源工业 再度遭到了大规模的攻击 另外一部分 乌克兰的内政部长也有统计 他说在这个空袭之下 基辅有两个人受伤 另外在基罗夫格勒州 有一个人受伤 除此之外 包含一些民宅 汽车这些 都是有受损的情形 不过当然对乌克兰方面来讲 他们现在也紧急的调派了 350名的救难人员 希望说可以把损失跟伤害 降到最低 浩婷 再请教组合 有没有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内 就结束俄乌战争 俄罗斯当局的说法是说 有条件西方停止军援就可以 这样的一个说法跟欧盟的论述 是否有这样子不谋而合的巧合呢 没有错 确实刚刚讲到说 欧盟的说法跟俄罗斯方面 好巧 怎么好像有点像 我们来看到 就是根据外媒路透社 他就特别提到了说 现在要停火 是不是有可能有曙光了 因为俄罗斯方面 他们就宣称说 重点就是要看说西方世界 他们的态度如何 如果能够停止对基辅的军援的话 那么最快这个冲突在两周内就有机会 可以看到划下休止符了 利润的基础点是认为说 因为这样的话 乌克兰方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有能力继续的来挡住攻势 没有办法反击的情况之下 就只能来面对弹劾了 这个说法刚刚好呼应了 欧盟的外交高级代表 也就是波瑞尔 他其实上周的时候 在牛津大学进行的演说 也提到说他知道 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 重点也是断绝西方世界的攻影 而且时间也同样 就说是两周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了 从他们两个的说法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同一个点是乌俄战争的结束 还是看西方国家的意思 只是当然波瑞尔也强调说 他不希望战争是用这种方式结束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请教组合 恩鲁斯现在正在举行 胜利日红场阅兵 总统普京被形容为现代沙皇 因为他赢得总统大选 也将成为掌权最久的领导人 更多分析交给你 好 没有错 刚刚讲到普京的掌权最久 大家知道他掌权多久吗 他即将要掌权是来到了30年 我们看到他今年其实已经是71岁了 在这次大选当中 以87%的得票胜出 在7号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就职了 根据俄罗斯方面他们最新的法律 任期可以到2030年 也就是他将成为俄罗斯 掌权最久的领导人 掌权最久的总统 他当然也强调说 未来在俄罗斯的富强之路 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尤其是特别点名到说 对于乌克兰的战士 他是绝对不会松手的 只是就在他就职典礼的时候 乌克兰方面也有动作 他们就出招了 他们公开的表示说 破获了俄罗斯的暗杀计划 这指的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吸收了乌克兰国家警卫队的上校军官 来借此获得一些重要官员的行程 这当中甚至是把总统泽伦斯基 以及他们的情报局长 统统都是列在他们暗杀的目标当中 而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甚至说这个情报局长的太太 去年的时候遭到投毒的事情 也是因为这样才有关系的 非常谢谢作恒人主播的整理 那么继续下来一起来看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又是怎么看待俄乌战争 他说了短期之内不可能结束战争 对内刺客战时又有进展 俄罗斯共防部宣称 在中央集群部队的积极进攻下 已经完全解放奥切列纪念 同时改善了战术位置 乌克兰军方也证实 俄军的确占领了关键据点 不过守备部队并没有停止战斗 从美联社取得了一段空拍画面显示 奥切列纪念的住宅区 饱受炮火摧残 以面目全非来形容也不为过 一床公寓的边间防射 从底楼到五楼更陷入火海之中 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乌克兰表示除了住宅区之外 位在郊区的一家工厂 几乎被移为平地 综合外电报道 俄军地面部队在空中及远程火力的 双重掩护下 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 部分媒体甚至以会不成军 来描述乌克兰部队撤退时的慌乱 似乎没有料到 俄军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濒临城下 林立的攻势如入无人之境 就在俄乌两国双双证时 奥切列纪念一手的消息之后 俄罗斯电报社群 更在第一时间上传最新消息 指称俄军在右翼防线的开展上 也有收获 东边的第132旅声称 已经在克拉米克及辛卡利诺夫两个村镇插起俄罗斯的国旗 并且开始扫荡乌军残部 至于担任进攻奥切列纪念第二梯队的35禁魔旅 在东北方又打退了阿尔汗格利希克的乌克兰守军 等于宣告俄军完全巩固奥切列纪念的左右两翼 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表示 乌军在此地守到最后一刻 最后实在挡不住了 才被迫丢下所有运输工具跑步撤出战线 因为缺乏自然环境的屏障 成为俄军猎杀的目标 据说损失超过300人 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 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一天之内 在辛巴赫穆提夫卡附近发起了8次行动 试图为阿尔汗格利希克的友军 争取更多后车的时间 不过这8次攻势都被俄军给推了回去 最后已付出一辆艾布兰坦克 以及数十人阵亡的代价告终 西方媒体报道 这是第6辆在乌克兰战场上 被摧毁的艾布兰坦克 不过俄方官媒则说 乌军合计折损了7辆艾布兰战车 无论是6辆也好 7辆也罢 足以证明俄军总参谋部 针对顿巴斯战役 不但制定好明确的战略目标 也设计出周延的攻防计划 因此军事专家分析 这代表奥切列纪列战役 基本定调 俄军除了顺利巩固 两翼的防线之外 同时会日后向西线或东北方推进 建立起相当重要的战略基地 科长生科话还没讲完 立刻收到准备开炮的命令 这就是乌克兰前线部队的情况 而且他们还不是第一线的接战单位 随时紧绷的神经 都已经让火力支援部队 感到身心俱平 更遑论束手据点的官兵 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没有可以轮体的部队 再加上缺乏弹药 也难怪乌克兰陆军司令 帕克柳赫在接受太吾世报的访问时表示 现阶段欧乌战争的样态 已经和2022年有着很大的不同 毕竟过去普遍认为 要是能造成俄罗斯的重大损失 大概战争就会停止 可是没想到克里姆林宫 却毫不在意究竟阵亡了多少人 还有损失了多少装备 而是让战争无止境的发展下去 如今这场战争也给了他新的启发 就是有太多国家都在坐等战争 何时会结束 战后的复原该如何善后 而他体会最深的确势 不应该期待任何人的帮助 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来面对 眼前各种棘手的难题 而且美国情报部门主管 也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听证会上 清楚表示 俄乌战争不太可能很快结束 Putin'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tactics against Ukraine such as the strikes on Ukraine's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 are intended to impress on Ukraine that continuing to fight will only increase the damage to Ukraine and offer no plausible path to victory by target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Moscow aims to create logistical hurdles that impede Ukraine's ability to move forces and supplies to the front slow Ukrainian defense production and build pressure for Kyiv to consider pathways out of the war including through negotiations and these aggressive tactic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and the war is unlikely to end anytime soon 伯恩斯的说法可以从哪里体现出来 就是俄军把从乌克兰缴获的西方军备 陈列在莫斯科广场 供大众参观就很清楚 这些军备几乎是以在战场上 被俄军击毁的原貌展示在民众面前 作为最直接有效的政治教育素材 过去号称全球之最 地表最强的西方先进军备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会也成为俄军的手下败将吗 最受瞩目的战利品 应该是这辆美制的爱博兰坦克 曾经的陆战争亡 如今成为一堆废铁 许多俄罗斯民众 来到爱博兰坦克的陈列区 都免不了要品头论足一番 只是看在美军的眼里 不晓得心里又有什么样的滋味 看完了西方军备成为俄军战利品的展示 参加胜利至阅兵的受教部队也正紧锣密鼓的加紧彩排 部队官兵参演前大声喊出代表必胜的战红声 对比之下 俄军似乎有意营造一种兵强马壮的姿态 英雄战车T34依旧是首先出场的主角之一 紧跟其后的则有S400飞弹发射车 以及俄军现役的战术车辆 碰中则有寒天军的各式战机通过阅兵台 地面部队分裂士则是在古典与官兵齐呼口号声中 向大乐观致敬 虽然只是一次预言彩排 但是比起在前线为了兵源极弹要缺乏问题 而苦恼不已的乌克兰 俄罗斯显然李泽汉面子都要赢 更气人的是 俄罗斯又有一批完成训练的新兵 即将前往分发的部队报道 正式入营服役 在东正教牧师的祈福下 这群还未脱志气的年轻人 将会分配到舰队 海军步兵旅和陆军单位 接受衔接教育 俄罗斯媒体报道 这批新兵中的绝大部分 会前往黑海舰队报道 以解决前段时间 黑海舰队遭受乌克兰无人体攻击 以至于原额极度紧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 俄军TU-95MC战略轰炸机 又展开了飞越白令 海峡中立海域上空的巡逸任务 神俄方声称这是例行的飞行训练 不过驻防在阿拉斯加的美国空军 也不敢掉以轻心 在侦测到俄军军机的动态之后 唯一上图有AK代号的美军F16战斗机 也赶紧升空监视 一度和俄军护航的苏30SM战斗机 形成空中对峙 还好双方保持克制 美军飞行员确认俄国军机 没有进入美方领空之后 也慢慢飞离俄军机队 并且在安全距离内 持续监控俄军的行踪 俄军选择美国通过 援武法案几天之后展开训练 在这么敏感的实际点上 自然引起外界诸多联想 俄军表示 经过11个半小时的 长航式巡逸任务 机队便脱离了白令海峡 顺利降落在基地完成训练 然而在顿巴斯战事 极具升高之际 部分军事观察家认为 俄军此举也在暗示美方 不要过度介入俄乌之间的战争 一旦触及莫斯科的底线 俄军还是有能力 对美方采取必要的手段 来反制美国的行动 流年不利还是纯碎 刷油漆镜造成意外 要把有些地方有拉卡这样 把鞋子架开